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小小的瘦瘦的 一半脸黑 一半脸白 在半边黑脸上边长了一只白耳朵 在半边白脸上面长了一只黑耳朵 总之再没有比他更难看的小狗了 因为难看 班比被主人赶出了家门 幸好班比遇上了好心的小男孩比利 比利收养了他 比利是马戏团的训狗师 虽然他还是个小男孩 但他训狗很有一套 班比跟着比利学会了不少绝招 像什么钻火圈 倒立和跳高 虽然班比做得很好 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上台表演的机会 谁让自己长得那么难看呢 一年一度的赛狗退到了 班比跟着比利来到了赛场 班比很想感受一下比赛的热烈气氛 正巧比赛的前一天 利格斯先生准备用来参加比赛的大狗 哥巴突然感冒了 利格斯先生很苦恼 因为哥巴是可以用来夺冠的王牌呀 利格斯先生是多么希望得到这个第一名啊 看到利格斯先生悲伤的样子 比利决定替他想想办法 比利对班比说 班比 你去帮利格斯先生比赛好不好 班比对比利 汪汪的叫着 好像是在说 我能行吗 比利知道班比的心思 鼓励班比说 你能行 相信自己 班比真的上场了 他穿上了比赛服 很威武的样子 赛场冒哄哄的 没有人注意到这只小丑狗班比 比赛开始了 当班比成功地翻过了障碍物 钻过了火圈 到利取回一根假骨头交给比利时 人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班比成功了 他得了第一名 利格斯先生 亲手把蓝色的缎带 寄到了班比的头上 并热烈地亲吻了他 班比被这种热情 弄得有点不知所措 他抬头看看比利 比利正微笑着冲他点头呢 于是 班比知道 自己不再只是那条 丑丑丑的小狗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